有关网传男子趴在行驶车辆上 本所已受理在案 初步查处以为自小客车车主 围停在红线上 路过男子认为系交通违规 且有危害行人安全之余 并向车主告知 车主当下并未予理会 待办完事后随即离去 未料男子进跳向自小客车 车盖上并攀附在行驶的车辆中 直至下个路口才跳车离去 目前本所已受理在案 将尽数确认该男子身份 待厘清案情始末后依法就办 警方在此呼吁 民众应切实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违规停车 如有发现违规行为 可通知警方到场处理 避免发生纠纷及危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